好了,咱们接着来熏宝吧 轮到二号小狐狸了 给他问问尽快 来吧,小伙子 给我好好找一找 好想在这边填下面 这时候我就需要使用天梯了 多白几个 点燃 赶紧跑远一点 OK,保护完成 这下面是岩浆池 直接下去吧 我果然没有猜错 是一个黄金传送门 好了,直接进去吧 一进了就是咱的箱子 大家看看 是蝙蝠侠套装 先拿着 第二个是传送枪 进吧 第三个里面是导弹枪 先把衣服穿上 还帅的 好了,让我来试试 这个套装的威力 先卷在下面这对吧 我没有看错吧 我居然能隔空打人 来试试这个导弹枪 先瞄准一下 然后朝天上来一把 这果然是跟踪导弹 还挺牛皮的 好了,近距离 跟他们玩一玩 一样隔几个 哇,这个套装 近距离攻击更猛的 全部解决 把车拿回去吧 别浪费了呢 好了,回去了 接下来就是第三只狐狸了 把锻石块给它闻 好想找到了 呃,这不是上次的藏宝碟吗 打开了 我去,这下面是岩浆池 这可想不到我 走你 哈哈,这下面果然有旋律 还挺弹的 快看,那边有一个钻石船子门 直接过去吧 Ready,Go 哇,钻石世界果然够豪华 还是先来开箱子吧 嗯,这就都是啥玩意儿 不过这武器 开上去还挺不错的 呵呵呵呵 先全部装备上 哇,原来是闪电侠套装哦 哇,来试一下 哇,搞得好快啊 不过右边的能量跳有点奇怪 嗯,算了 先把这群黑衣人解决吧 个能量炮也不是第一次玩了 蓄力试一下 热爱杀伤力 不错不错 咱去那边试试我的闪电侠套装 哦 看我来一波极限走呗 哈哈 这速度不会是闪电侠套装呢 呵呵呵呵